102年的时定冬茶比赛 在上个礼拜经过连续三天的激烈评比之后 结果终于出炉了 由隔头里的林树慧获得特等奖 评审表示 今年因为气候干燥 冬茶产量减少 但是茶农的制茶技术是日益精进 在发酵层面上都要比往年更好 所以茶叶的品质都相当的优良 而随着比赛结束 冬茶也要新鲜的上市了 102年时定冬季 幼良文山包种茶比赛 日前经过连续三天的评审之后 结果终于出炉 由隔头里的林树慧获得特等奖 今年一共有430点报名 实际交茶为429点 同样由农委会茶改厂的专家担任评审 由于今年气候干旱 产量比起去年少了许多 评审表示 茶农的制茶技术精进 在发酵层面上表现比往年更好 所以品质也向上提升 农民的一个制茶技术是有相当大的进步 因为今年的参赛茶品质相当平均 在最后一天的评比作业中 让评审伤透了脑筋 不仅来回闻着香气喝着茶汤 甚至将茶叶倒出来观察叶片的完整度 在难分难舍的情况下 都只能从细节中找出些微缺失 实际农会表示 透过比赛的平台 可以让茶农互相交流 再加上现今食安问题层出不穷 竟有比赛的严格把关 绝对能够让消费者喝到安全无欲又品质优良的好茶 看人家如何炒这么好的高等茶 现在今天刚好送来一份检验报告 全部都通过 现在的茶农对这用要的倍数 它的知识 或者它的时间点 采收期都非常注意 最主要我们来是要讲究安全的问题 今年的食定农茶 林素惠除了赢得特等奖外 也分别获得头等二和头等三 而头等一则由彭山梨的许俊成获得 预计12月6号举行颁奖典礼 实际农会表示 比赛结束后 冬茶随机会新鲜上市 目前也接获了许多民众来电询问 所以喜爱平民的民众 如果想要订购 动作可要快一点 以免向雨 实际农会的电话是2663-1214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实际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questionnaire